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是可能是全场里面应该是最帅的一个GT-R了 那还有其他的车型就是咱们一块逛一逛啊 宝尔桑这车轮毂应该会比这台车都贵现在 现在上了一个导流板啊 是BBS出了一个导流用的导流板吧 专门装在这个BBS RS上面的 然后这个轮毂呢是一种非常小15寸的一个轮毂 但是这个轮毂应该三片加上金丁 估计给合个三万来块钱 现在这套圈 那如果市值这台车的二手车的保值率来说 那肯定这个要圈要比车贵 而且这车细节做得挺好 里面用了一个953老款座椅的一个统型座椅 然后配着一个桃木的一个翻盘 那这车真的还挺帅 一个祖母绿的颜色 那么这边咱们再看 这个我个人来说啊 其实我可能不太能欣赏的来 因为我也是刚刚买了一个益苦配的一个车型 但是肯定你要让我玩走这路线 我可能真走不了 这可能是一太竞技的一个益苦配 然后它是一个宽体的这么一个设计 然后配着一个GT的一个特别大的尾翼 其实我身高1米79 这个尾翼真的特别大 感觉还有这个有一个尖 这个太夸张了是 但是黑色其实还挺凶的 但是这是一个老款的一个 一股配的一个车型 这台车 大家知道什么车吗 因为前两天我写过这个车 好像就是你第一眼感觉它 像一个保值节 或者一个包斯 一个K什么的 但实际上它是叫MR2 是丰田早期出过的一款两门的跑车 然后这个车其实外观来说 就本身很小巧 车上也很短小 但是它配了一个R1 GT的一个轮毂 这个轮毂其实是很难找的钥匙 之前一直我有看过装在斯巴鲁 无论是8代9代上面 都会装在那个车上 现在装在这上面还挺竞技的 这个座椅 当然这个肯定是为了改装才用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冬天 这个座椅放到北京 是不是太冬屁股了 而且特别小 就是一个铁板的座椅 然后它会把空气悬挂气泵 安排在这里 这是有一个气泵 然后里面通过它的空置器 去调节车上的高低 这车刚刚我有问过 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一个EVO 但是它实际上不是 它是一台零帅去改的这么一个车型 但其实这个车还挺帅 它是一个6.5代的一个EVO 就改的一个样子 而是配了一个Marble的一个 万宝路的一个涂装 这个车其实给我感觉 就挺欢迎新的 因为我还是觉得老的那种高低M 其实是更有情怀更有品位的 这个车是我一个朋友的 把这个车就刚刚没得聊了聊 它比较喜欢粉色 其实跟我一样 也比较喜欢这种 pink比较骚的这种颜色 它这个夹中做了一个无标的设计 包括也用了一个空气的悬挂 然后它里面会有两个 这个小人我不太懂 这个小人好像是一个什么 什么比较有科幻概念的这么一个像奥特曼式的小人 反正里面会有一些细节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车门打开了 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车外观是喷涂了一个这种淡粉色的 其实内饰的内矿的还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车人颜色 里面上了一个像Nadi一样的这种方案盘 是一个比较小巧的方案盘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挡杆 这个排挡其实设计还挺好玩的 这个还有卖的 他们也有卖这种小挡杆的 但是前提要求是 你的换挡的这个换挡机构 必须是那种带锁纸扣的 才可以去装 其实我个人觉得甲鸽虫还是比较经典的这么一个车型 然后包括它做了一个很多都是无标的设计 像这边有卖一些小的一些产品 比如这种很二次元很痛车 这种小女孩的这种挂饰 当然这个不见得只有女孩会喜欢这种东西 因为一会你会发现 这边有很多男生的车也会被贴成痛车 所谓痛车其实就是 日本之前比较流行的这种把漫画 相当于画到车上的这种感觉 喷涂或者贴在车上的感觉 比如这种 当然我对漫画其实没有特别多的了解 但是这个还挺帅的 压阁 然后会上的是那种日本比较经典的漫画系列的东西 然后放到车内 那包括你身边这台车 这个车是一个RS3 那大家可以看到 RS3这个车形容版贴了一个痛车的设计 这个样式 还挺好看的是吧 反正给我感觉比较个性 很多不光是小女孩喜欢 现在看来男孩男生天 也一样喜欢这种痛车 捷豹的一个XJ 那这个车其实也是采用了一个空气悬挂的 一个底盘升降的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还有一对 它使一个宾利的一个轮廓 那之前我那台奔驰翼虎配 也使了一个宾利的轮廓 小米姐还有发过那个照片 大家其实都不太明白为什么会 你不是这个车型为什么要上一个宾利的轮廓 其实这一点呢 是你可能有所不知啊 因为玩改装车呢一般喜欢混搭 他觉得就是这个车型配一个宾利 比如说还有很多其他车型会配一些 Lambo或者是比如说 华利的轮廓都有可能 阿尔法 是一个最新款的阿尔法 当然这个车还是一个港规车型 是一个右舵的 右舵的一个港规车型 然后也是使用一个空气悬挂 配了一个SSR的一个轮毂 其实VIP的这个车型 做这个放低了之后呢 会感觉特别帅 我之前看过一个泰国人 改了这个威尔法和阿尔法特别帅 因为他把门子开了之后 你相当于离地非常的近 你只需要轻轻卖上一步 就可以上车了 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就是 好像卖的一小台阶一样 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 192的一个宽体的M3 但是这台车呢 之前我认识这个车主的时候 之前使的是一个LB 对不对 Lobity Walk的一个宽体 那现在它使的是一个 火箭座的一个宽体 我觉得啊 这个会比这个LB的宽体 会看着更舒服一点 然后使的也是一个 Rodiform的一个轮毂 而它的座椅也挺帅的 使了一个Recaro的一个CIS的座椅 这个座椅造价不菲 这一对座椅应该大几万块钱了 现在基本上一对 如果它要带电加热的话 那座椅会更贵 这个座椅 这是什么 领克 这车其实还是挺个性的 我没有想到有车主同学 去拿这个领克 作为改装产品 那除了现在 你知道的领克03家以外 它是原厂带有改装套件升级 或者是说 它在动力上有些调整 其实这个车 无论样式还是外观 改的还挺帅的 贴了一个这种 绿色的那种变色龙的 一个车漆的膜 然后配了一个 这是20寸的一个轮毂 但是还靠着一个领克的标 这个挺逗 这个车 LS是我个人特别喜欢那台车 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做VIP的 一个改装披子 因为样子本身很好看 而且是四座独立的车型 我之前一直很想买这个车 但是由于北京的 对于环保的要求限制 所以国四的车已经进不来了 现在马上国五也进不来北京了 所以这个车只能留在这种城市 广州这种大城市 现在车主的手上 但是如果真的想拥有它的话 其实太难了 这个C旅 其实是前脚 做了一些倾角和竖角的调整 然后也是采用了一个空气悬挂 应该我知道它好像装了一个 MIGI-R的一个空气避震 然后应该 这个车整体造型挺帅的 而且我看过它的动态的视频 它只需要离地一点点就可以 升起一点点 就可以一直开这个车 挺帅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买C旅的同学 本身就比较在乎于居家这种东西 但是让居家和姿态两不误的 我觉得还挺少见的 那这边就是CLS CLS的一个350 350的这么一台车 也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咱们所看到的车 全部都是用的空气悬挂 空气避震 因为它确实比较方便 你要去哪的话都 比如说只需要升高车身就可以 不需要就比如说脚牙的话 可能通过就比较麻烦 你要下一些地库 或者大一点的坡道的话 它很容易脱底的 所以空气悬挂 就取消了这种顾虑 这台740也是我一个朋友的 但是今天早上点 它要把车挪了一下 它也是一个空气悬挂 它降低之后的效果 它直接贴地了 它直接让轮毂和叶子板 骑平直接卡边进去 就相当于是这种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它如果落低之后 都是这种效果 会有一点卡边和藏轮的区间 还是挺帅的 真的 改装车基本上就有这么多 这个展馆是10.3馆 这个馆里全部都是以改装车为主 包括卖一些改装件 包括什么平衡杆 座椅 什么排气 在这边 这边都是一些 大家的车友自发组织来的 完了报名参加参展 这个车展 改装车展这块 我就跟大家介绍在这儿